你設計出來的APP絕對是失敗的 所以你會發現你們可以經常去download 我覺得 真的要經常 你如果要成為一個好的設計師 一定要經常去downloadAPP 無論如何反正沒關係 現在的 這個作用手機downloadAPP太簡單了 對你就隨便download 反正你只要有一件事情 你就去download 盡量去使用它 去看 別人怎麼設計 然後去思考說別人為什麼做得到 這些功能他怎麼做得到 你這樣去思考 從問題裡面去找到答案 並且解 出來之後 然後再融入到你的 創意裡面 你可以 看看你工作上有沒有什麼東西 哪一種APP 可以去做的 你就去做像這個其實非常簡單 我上上學習的這個學員也有 他就幫公司做了一個APP 而且他其實本身不是 這方面的那個 這個人人員 但是他幫 公司卻寫了一個APP 老闆就對他真的是完全觀物相看 OK那其他的話類似像這樣 URI 寄送也是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介面的部分 那程式部分怎麼出來寫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啟動的話 那啟動的話 URI這個部分怎麼運作 首先的話呢 我想我們 主意來看 第一個的話 有關於那個怎麼啟動 瀏覽器到某個網址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在這裡的話 需要一個 URI 作為 URL 網址的 Intent 物件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其實這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 你們的 14支 22頁的下方 就這一部分 那 其實呢 第一個還是要建立一個 物件 這個物件就Intent 物件 Intent物件 比如說名稱叫 I好了 他等於 New一個Intent 後面的話 基本上這個 刮壺 那前面我們有些時候 直接就小刮壺 沒有傳任何參數 刮壺裡面 就是參數 那這個參數裡面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到哪一個網址 我就要給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就是 Intent ActionView 有沒有 第一個參數 豆點 第二個參數要給什麼呢 給URI 點 PASS 這個是固定用法 也就是說你要給他一個 URI 這個URI 也就是說呢 要讓Intent知道你要到哪個網址去 就這樣子 最後的話呢就是把 後面加一個 StartActivity 跟前面那個 換頁的方式一樣 不過 不需要說還做那些 其他動作 那你就把I給放進來 這樣他就知道說 你要連結到某個網頁 他就會直接跳出來 然後他去找一下說你的手機裡面 預設的 瀏覽器是哪一個 有沒有 然後呢自動把那個網址放在那個瀏覽器裡面 那如果說你的手機有裝好幾個啦 比如說現在有預設的 有什麼 Chrome 有什麼 甚至有Firefox 有很多的 啊 那他 那他 他就 你說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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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